那我们又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这个是问紫金抗移 今天早上升9% 之前有些收够 股价也做得不错 它是12.4有货的 12.4 暂时在捱一点 应不应该离场 我觉得可以等一会儿 因为说真的 12.4最近也要9月中那一转买下 其实你10月份捱到9元变 所以捱得回来 也差不多买入价 我觉得可以等一会儿 而且一来过的走势 其实近期是更漂亮的 你看到整个9月中后段 到10月慢慢兜了个缘底之后 今天起码连11元也上了 突破了 这些位置是关键 因为11元是哪里呢 也是本身现在比较中期的 50天100天线的位置附近 你突破到中期线 其实意味着大家对中期的看法 是改观了 最主要是几关就是近期的收购 刚刚又说了一些铃 始终本身就是做铜和金为主 当然这两个金属其实也很稳定 铜更加是很强的 但是如果现在也说了铃 始终铃这个方向大家都知道 三年轮车电池就是铃电池这个主打 所以有搞你的 自然股借或者大家对的看法 会更加理想 所以我想如果这些因素上看 在股价上反映 其实这样弹上来很合理 我想如果你难得这一刻弹到近期的买入价 一来就拿着它 二来当然了 如果假设升不了 我觉得又不是继续无止境地搜下去了 也会怕再回回下去了 这一转你就定了一个指示 刚才提到五十一八天这些位置 大概十个七 押近三元是关键的 我想如果不穿五十一八天线 十个七、十个八这些位置附近 你便先拿着它 这些位置做过指示 而上面来说 就真的看回第一站12.5 因为九月中、八月中 两次高位都是12.5左右 就有阻力的 那你先看这些位置 如果能破得到的 才将目标位再推高一点会好一点 好,留意着 这些铜股也做得很好 对 就是三、五百都涨了 没错 这些铜价格 对,涨了7% 现在应不应该追入呢? 是否太迟了? 干铜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真的借着今天 或者这几个铜价强意带动 当然你说它有盈起了 是不是很inline的? 其实它的盈起 我觉得不是太惊喜 是的 因为当然 当然头三季资源股盈起 其实大部分都应该有 与其之内 没有那些是特别差的 有是很合理的 有是定管问题 有得来的话 其实也要拆开在贵度去看 究竟是头三季里面 可能是头半年已经强到 第三季 还是第三季继续强呢? 这个也要去考虑 如果以分光铜 其实第三季的数据 就真的不是特别大惊喜 因为要拆开的话 其实它环比第三季 还是第二季 反而是要下跌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 你说这次盈起 就不是太 觉得很有刺激 或者那样东西 但是纯粹 一来股价都约了很短时间 以来本身的铜价 这一刻是算强的 是的 所以对于光铜短期 其实也有一些炒作 但是 上面我觉得 始终也要看 可不可以充分 大概15.8至16元 这位置 如果突破不了 其实就突破不了 这几个月的环区间 如果突破不了的时间 其实现在网上 都是只有那几个月的 大概一元左右的水位 其实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想 现阶段 今天烈口上来 先拼搏 就未必太建议 嗯